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点击并拖动方框 调整模糊处理位置 点击完成 点击保存 该工具就会自动在该对象移动时对其进行模糊处理 您还可以将模糊处理框移动到其他位置 在框内点击并拖动 调整模糊处理区域的大小 点击框的任意一角并拖动 即可增大或缩小 模糊处理区域 调整模糊处理时间 点击并拖动时间轴的两端 设置模糊处理 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禁止模糊处理区域移动 点击时间轴中的锁定 即可将模糊处理区域固定在同一个位置上 模糊处理多个区域 点击并拖出心矿来覆盖您要模糊处理的部分 对人脸 进行模糊处理 登录 YouTube 工作室 在左侧菜单中 选择视频 点击要修改的视频 在左侧菜单中 点击编辑器 点击开始使用 点击添加模糊处理效果 点击对人脸 进行模糊处理旁边的修改 处理完成后 点击您想要进行模糊处理的面孔对应的缩略图 点击保存 再次点击保存